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过完生日 他被一根蜡烛烧死 作者 苏图 凌晨四点钟 盘龙江岸的酒吧吸收大漾 男人将车缓缓停靠在岸边 打开车窗透气 后备箱里的汽油桶没拧紧 刺鼻的汽油味充斥在汽车里 后排座 打扮妖野的女人双目紧闭 仍在昏迷 男人坐着压花子 一回头 女人的睫毛微微发颤 似乎醒了 男人的嘴角显出玩味的笑 他从腰间拔出一柄刀 冰冷的刀尖贴向女人嚼好的脸蛋 女人睁眼惊恐地哀求道 别杀我 我有钱 你要多少我都给你 男人发出一声质疑 你的命值多少钱 女人不吭声 男人绅士地将女人的手机还给他 继续说 打电话 看谁会拿钱来数你的命 女人打电话给部门经理蒋云波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 请再读一下 接连拨打了几个电话 无意例外都是关机 女人爬起来不断向男人磕头 男人无动于衷 磕头有什么用 继续打电话 女人翻着通讯录 终于看到了一丝希望 何静荣 他的前夫 然而何静荣的电话 也迟迟无法接通 这回女人真的慌了 男人不屑看女人哭哭啼啼 将他拉下车 绑在停泊在江边的木舟上 然后将满满一桶汽油 倒进船舱 这个叫孙静的女人脸色发青 头发已经被汽油浸湿了 这个时间 没人能够听见她的哭声 男人拿出一支蜡烛 兴许是嫌她太长 用刀截短一半 削平底部 点燃灯芯 将蜡烛摆在木舟上 男人冷眼看着她 你还有一次机会 那只可怜的蜡烛 火苗一跳一跳的 孙静香也跟着心惊肉跳 他听到男人继续说 给这个号码打电话 我教你说什么 你就说什么 孙静顺从地点头 男人嘱咐完毕 拨通电话 按下免提键 将手机安置在孙静手边 又从口袋里 摸出一张黑白卡片 扔在她脚下 记得把她交给来救你的警察 说完 男人不再看她 狠狠蹬了木舟一脚 木舟飘飘荡荡地 来到盘龙江中心 男人站在岸边 又扔了一张阴阳卡在路边 口中嘟呢 真怕你等不到她 时间回到一天前 结束一天的工作下了班 殷司买了两打啤酒 坐在警局的天台上喝酒 微醺时 远处广袤大厦楼梯的 巨幅电子广告瓶 亮了起来 孙静 生日快乐 我爱你 殷司笑出了声 这是哪个傻小子干的 当电子瓶熄灭 殷司收拾一地的酒瓶 他不想回家 盖爷最近借住在他的公寓 真不知道盖爷 是不是被惊人院开除了 总赖在自己这儿 算怎么回事 下了楼 殷司在办公室 对付了一宿 长久盘缓于临安市的冬季 终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连接盘龙江两岸的拱桥下 漂浮着一件衣服 皇位工人撑干荡舟 到了金钱 捞网仪探一举 第一感觉是有些重 加了些力气 意料之外的失衡 让木舟摇摆不定 皇位工人不慎跌入江中 江水寒冷刺骨 皇位工人在水中打着寒颤 不忘游下那该死的衣服 游到近处一看 一具泡得发白的男性尸体 露出了全貌 皇位工人已经浑然不觉地江水寒冷 冲着岸边戴口罩的男人高喊 快报警 死人了 男人将皇位工人拉上岸 递给他一包纸巾 说道 老伯 这里交给我 您快回去换身衣服 别着凉 皇位工人千恩万谢地离开 报警 男人眼睁睁地 看着那具尸体再次沉下水面 拿出手机摸索了会儿 皇位工人走远 他又把手机塞回口袋 像是对那死者说 对不起 昨晚没来得及救你 要是我快一步就能阻止你 不过 我会让他去陪你 服事案毫无意外地惊动了警方 随着知情人数的增加 其造成的社会恐慌愈演愈烈 警方有意压下恶劣影响 却收效甚为 违禁之际 能安抚市民情绪的 只有快速破案 死者身份在第一时间得到确认 名叫何锦荣 是某公司职员 经法医尸检 其胃内发现大量未分解的酒精残留 初步判断是酒后溺水死亡 但具体仍带进一步调查 因此想 盖爷在自己这里白吃白住的 偶尔也该交点生活费吧 于是 拨通了盖爷的电话 喂 盖爷 帮我查一个人 何锦荣生前 曾是某家广告创意公司的职员 他意外死亡的消息 早因此一步传遍了公司 因此一进公司大门 压抑的气氛便扑面而来 负责接待的是一位年轻小伙子 他与因此在会客厅见面 并如实地将何锦荣的情况 反映给因此 何锦荣与妻子孙静 在大学时期结婚 毕业后 一同共职于这家公司 出道时 何锦荣是从最基层的实习员工 开始做起 而孙静 被部门经理蒋云波赏识 很快升任蒋云波的秘书 好景不长 前段时间 蒋云波、孙静和何锦荣 不知是何原因 先后被公司开除 旁人只知道 在被开除前 蒋云波的妻子闯入公司 打了孙静一顿 当时小伙子在场 他回忆说 蒋云波的妻子看着很贤惠 进了公司 逢人都是如沐春风的笑容 打听谁是孙静 有同事还热心的带他到孙静的办公室里 一进门 蒋云立马变脸 像换了个人似的 骂声不堪入目 那天孙静身体不是很好 像是刚生了场大病 蒋云不管不顾 拽着孙静的头发 将他拖到 不由分说就是一顿堵打 围观的同事们议论纷纷 只听到办公室里传出了一句 狐狸惊 同事们心照不宣 也没人敢管 就散了 因斯听完心中了然 看来想深挖何静荣的死音 就只能从蒋云波和孙静身上下手了 按照小伙子从人事部门 抄出来的地址 因斯决定先与孙静见一面 到了孙静家 敲了半天门 无人应 倒是惊动了邻居 邻居告知 孙静并没有回来 邻居关门后 因斯轻车熟路地 撬开孙静家的防盗门 经过一番检查 在客厅电视柜里 意外找到了孙静 在惠人医院 做人流手术的票据 卧室床头上方是何静荣与孙静的结婚照 此时此刻看过去 无比放肆 因为票据上的签名不是何静荣 而是蒋云波 根据盖爷调查到的资料 何静荣与孙静已经离婚了 而离婚的时间 恰巧发生在孙静做手术之后 可想而知 何静荣早已知晓自己被妻子背叛 随后 因斯去到蒋云波的家中 开门的正是蒋妻 在将一份文件扔在蒋云波脸上之后 他就扭头钻进了卧室 逼不见人 屋子里一片狼藉 玻璃碎片到处都是 蒋云波的脸上脖子上 挂着一条条已经结痂的抓痕 他善笑着 将沙发上凌乱的衣服收到一边 腾出一块空间 警察同志 让您借笑了 您请坐 说完 蒋云波在文件上签了字 然后去给因斯倒了一杯茶水 因斯趁蒋云波去倒水的空档 偷瞄了一眼 是离婚协议书 蒋气已经签好了字 自己连贯 笔画之间看不出丝毫的停滞 看来婚姻破裂 已成定局 无可挽回 因斯询问 蒋先生 何静荣的死 您听说了吧 蒋云波的表情有意思不自然 吞了一下口水 眨巴着眼睛道 听说了 蒋先生 您放心 只要您没有舍案 我们总不至于将罪名强加到您身上 听他这么说 蒋云波长舒了一口气 点头道 想必您也知道 我被公司开除的消息了 因斯点头 算作回应 蒋云波则有些回忆不当初 感叹道 人哪 一有点钱就容易迷失自我 总觉得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好东西都应该归自己所有 我自己就是因为不知足 才落得今天这步天梯 蒋云波一直摆在茶几上的离婚协议书 时至今日 他倒是十分坦荡 我离婚了 精神出户 房子车子存款都给他 是我背叛婚姻 能弥补他的就只有几些了 因斯说 讲讲你们三个是怎么回事 蒋云波 讲述了发生在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 嗨 你来了 这里是金人院绝密档案 用声音带你探寻一百五十个非正常之间 本节目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我是金人院研究员 唐子曦 上次咱们说到某公司内一场普通的三脚链纠纷过后不久 当事人之一不幸沦为服侍暗男主角 蒋云波见到孙靖的第一眼 就被他的青春吸引 吃腻了山珍海味 偶尔尝尝粗茶淡饭 也是一种条理 不过 蒋云波看得出来 何静荣这个出出茅庐的愣头青 和孙靖关系不一般 他刻意留心 得知他们已然结婚 但这并没有让他望而却步 反而生出了畸形的战有欲 久近于社会的蒋云波 早已练就出一双独赖眼镜 看穿孙靖是个贪慕虚荣 追求物质生活的女人 青春的外表 只是他吸引猎物的诱饵 蒋云波花了点钱给孙靖尝到了甜头 要以业绩突出为由 将他破格提拔为秘书 这才让他背叛了何静荣 偷偷摸摸跟了自己 因此说 你抢了孙靖 何静荣对你怀恨在心 蒋云波纠正道 不 准确来讲 不是蒋 孙靖那种女人我见多了 婚姻对他而言不过是一张纸 至于你们被公司开除有什么关系 蒋云波接着说 我和孙靖的事 保密工作一直做得很好 但是有一天他突然告诉我 他怀孕了 我带他去医院做人流 没想到被何静荣发现了 他找到我老婆 我老婆闹到公司 把孙靖打了一顿 公司为了消除不良影响 则令我和孙靖离职 蒋云波向握手望了一眼 接着说道 孙靖被打后 住进惠人医院 那时候他已经和何静荣离婚 但我没想到 这家伙竟然会原谅孙靖出轨 想跟他复合 还请家去医院照顾他 银丝好奇地问 那为什么要开除何静荣 是他打报告让事情败露的 公司怎么会留下一个 不顾全大局 虽然是可能会损坏 公司形象的员工呢 事情了解得差不多 银丝离开蒋云波的家 才一出门 又听到了屋子里 蒋云波与妻子的声吵 只是蒋云波的气势颓弱 并不争锋 人这一生 除了避无可避的命中蹉跎 其余大多都是咎由自取 隐私没有去婚人医院 与傅道生院长通过电话 确定有一名叫孙靖的患者 曾出过院 也的确有一位叫何靖荣的家属 照顾他 再无过多的客套挂断电话以后 殷丝点了一支烟 汽车狭窄的空间里 烟雾缭绕 案情一点点明晰 只是殷丝仍然想不清 究竟谁会对何靖荣痛下杀手 从刚才与蒋云波交谈来看 他虽然对蒋靖荣的揭穿 心存怨恨 但更多的还是对妻子的愧疚与忏悔 殷丝直觉不会是他 从事情的开端到终结 中间像是被挪去了最关键的夜环 致使何靖荣的死变得极为突兀 转眼的功夫 殷丝已经抽了半盒烟 他下意识地拨去眼前缭绕的烟雾 按下车窗透气 几个深呼吸之后 他开车去了盘龙江 一直将水奔流而去 找不到任何关于何靖荣死亡的痕迹 警局这回打来电话 称街道报警 报案人自称孙靖家属 从昨夜起就打不通孙靖的电话 遂向警方求助 原本只需要调查出何靖荣的死因 就可以顺利结案 现在一起失踪案 将锦上的当事人孙靖 抹去了踪迹 宁斯终于感觉到 案情迫在眉睫了 回到警局时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盖也蹲在门口百无聊赖地 打着哈欠 看到殷斯从车上下来 盖也气冲冲地快步奔来 一副兴尸问罪的模样 殷斯 副院长给你打电话 你怎么还关机了 害得我来给你们当床话筒 我来灵安室来给你跑腿的呀 我是身负重任的人 行了盖也 这些以后再说 有什么事找 殷斯一边说 一边拿出手机 一看 手机没电已经自动关机了 又装模作样地装回口袋里 副院长特地问了当时负责孙靖的护士 据护士说 当时与孙靖同病房的 还有一名疗养的中年男人 两个人每天没来眼去的 没准啊 是勾搭上了 殷斯瞪了盖也一眼 盖也 您非得用勾打这个词吗 盖也一翻白眼 给殷斯留下一个地址和一个名字 方大到了啊 我先回去了 殷斯按照盖也给的地址 来到一栋别墅 敲门自曝身份 开门的男人 鼻梁淤青 额头有一处开裂的伤口 见来的人是警察 面色稍有些意外 殷斯谐言打量此人家中的布置 一句富丽堂皇 不足以形容装潢的奢华 殷斯开门见山 张仙勇 那人点头 殷斯再问 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孙靖的女人 张仙勇目光闪堵 殷斯眼睛一眯 嘴角一撇 找对人了 张仙勇打死不承认 见过何敬荣 尤其是当殷斯告知 何敬荣已经死亡的消息之后 更是矢口否认 态度坚决 但是他对与孙靖 发生的一夜情 颇为得意 问及孙靖的下落 张仙勇文糟糟地说道 露水情缘 今宵酒醒后 谁还记得昨夜风流 逢场作戏 不必当真 阴森立即火冒三场 孙靖下落不明 何敬荣死音不详 张仙勇竟还有心思打马会 所幸 张仙勇是独取 反倒是方便了阴森 阴森将张仙勇绑起来 丢在沙发上 在厨房里找到一台电磁炉 一个高压锅 锅里添满水 阴森拉来插线板 就在张仙勇脚底下 烧起水来 张仙勇不明所以 多罪温荡 你 你把我绑起来干什么 阴森一拍脑门 嘿 我怎么把主角给忘了 阴森亲自替张仙勇脱去鞋袜 一双酸臭的汗角 插入高压锅 阴森说的 不着急啊 只要你耐得住 我就等得起 最初张仙勇摆出一副 宁死不屈的姿态 可随着水温渐渐升高 水面渐渐有滚动的迹象 张仙勇老脸 胀得通红 痘大的汗珠 不断地从额头滚落下来 他低头一看 再过几分钟 这双脚就能上桌了 阴森却还是一副 无动于衷的样子 张仙勇终于忍不了了 他努力扑腾两下 溅出一滩水花 向阴森求饶 我说 我说 按照张仙勇所说 昨天晚上 他与孙静在酒吧 灯光昏暗 两人调情 兴趣盎然时 孙静接到一个 煞风景的电话 然后 孙静望向窗外 那座广袤大厦的楼梯 巨幅电子广告屏上 赫然闪烁着 孙静生日快乐 我爱你 几个醒目大字 张仙勇一问才知道 今天是孙静的生日 他伸出手指 在孙静半路的胸脯上 蜻蜓点水的一画 成年人过生日 该玩点更刺激的 张仙勇心中 算盘珠子打的 琵琶作响 与孙静结账 离开酒吧 就碰到了何静荣 何静荣费尽心思 为孙静准备了惊喜 以为能够感动孙静 其实只感动了自己 孙静并没有回心转意 这与何静荣最初设想的场景 南辕北辙 他看到孙静被一个中年男人搀扶着 从一家酒吧亮亮腔腔的出来 男人不安分的手 在他曲线妖娇的腰脂上 尽情地摸索着 占尽了便宜 何静荣愤怼地甩开双腿 冲了上去 二话不说 劈头盖脸对中年男人 一顿拳打脚踢 但失去了理智的何静荣 也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能力 拳脚如雨点般落下 却绵软无力 不痛不痒 孙静忽然清醒过来 一把推开何静荣 何静荣瞬间像脑子短路了似的 身子一软 没站稳 后仰倒地 他难以置信地看着孙静 孙静脸颊飞红 站又站不稳 伸手指着何静荣的脑袋 何静荣 你干的好事 我真是瞎了眼 当初怎么会看上你 张仙荣也是一愣 抱胸倚着路边的一棵树 置身室外地看着这场闹剧 何静荣回过神 撑着身体站起来 双手搭在孙静的肩上 耐着性子解释 小静 这个人不是好人 你不知道他刚才把手放哪儿了 男人把女人灌醉是什么目的 我是男人 我最清楚 孙静打开何静荣的手 重重地冷哼一声 何静荣还试着将孙静带走 孙静终于变得不耐烦 这一次 他更用力地甩开何静荣的手 转而奔向张仙荣 中年男人喜出望外 明目张胆地 将手放在孙静的腰间 孙静说 何静荣 我求求你放过我 要不是你向公司举报蒋云波 我贿赂的现在这个下场吗 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被打 连工作都丢了 你还想怎样 他把头靠在了张仙荣肩上 我累了 我们走吧 张仙荣嗅到孙静身上散发的诱人香气 浑身燥热 低声在孙静耳边说了句什么 孙静飞红的脸蛋 再添一抹楚楚动人的娇羞 他点头 任由张仙荣 亲吻他洁白奇长的脖梗 张仙荣挑衅地 向何静荣一扬下巴 揽着孙静的腰上了车 何静荣扒住车窗 还在苦苦哀求 孙静 别跟他走 孙静懒得在看他 闭着眼睛回道 难道让我跟着你 何静荣还想再说些什么 却被孙静冷漠地打断了 何静荣 除非你敢为我去死 你敢跳进盘龙江 我就和你附和 说完 张仙荣发动车子 耀武扬威地按着喇叭 一脚油门绝尘而去 何静荣追了很远 被倒在路边的共享单车半岛 好不容易爬起来 已经看不到汽车的影子了 根据张仙荣的描述 因此大概分析出 接下来 何静荣绝望地望着汽车离去的方向 身体传来的疼痛 已经不能再给他带来任何感受 耳边响起了孙静离开前说的话 你敢跳进盘龙江 我就和你附和 巨幅广告拍熄灭 夜晚彻底陷入了宁静和黑暗 这座城市的喧嚣 都与何静荣无关 他把自己灌醉 孤魂野鬼般地游荡在盘龙江附近 他已经心如死灰 任何后果都不愿再计算 他如一句行尸走肉上了拱桥 看向桥下黑去去的江面 一闭眼 面无表情地跳了下 殷司还有一个疑问 孙静去哪了 张仙勇只记得 他和孙静开了房 事后他就走人了 至于孙静是什么时候醒来 什么时候离开的 他不关心 谁吃完快餐 还会留恋廉价的快餐盒子呢 已经傍晚 殷司离开张仙勇家 驱车再一次来到盘龙江 何静荣跳江 向孙静表明决心 害自己丢了性命 但是孙静真的在乎吗 他甚至没有换回孙静一次回眸 殷司想问问何静荣 这样死 值不值得 可是何静荣永远不会回答他 但是 谁又能够凭孙静一句话 就盘他入狱呢 人的感情就是这般奇妙 任我再不堪 不爱你就是不爱你 哪怕你爱我如海参 比天高 同样可以视你如无物 殷司点了三支烟 放在大理石忽栏上 全当祭奠 接下来 还得继续追查孙静的下路 但殷司已经无心再替孙静劳心劳力 打电话回警局 告知值班的同事 何静荣的案子已经查明 明早他会将结案报告上交 至于孙静失踪的案子 殷司一并交代给了值班的同事 让其他人负责侦办 殷司回了家 这一晚 他睡得很不踏实 梦中思虑不停 忽然醒来 吓了盖爷一跳 殷司不顾盖爷的阻拦 执意要回警局 盖爷拉住他 是到晚上的 什么事啊 明天再去不行啊 殷司已经一把拉开房头门 黑暗中 看不清他的表情 我可能想到一些夏特克的线索了 他的语气里 透着一股子寒意 这段时间为了夏特克的案子 殷司的神经绷得太紧 盖爷担心他 便和他一道 盖爷还说 刚好我的渠道查不到 局势是警方系统 能不能查一个叫 刚好我的渠道查不到 局势是警方系统 能不能查到一个叫江凤吴的男人 从网上搜集到的信息 摆在殷司的办公桌上 盖爷将住不说话 虽然还不能确定夏特克的身份 但是离真相已经越来越近了 夏特克 一直被科学家当作人类饲养的星星 夏特克或许就是以此为名 星星毕竟不是人类 却生活在与他生命轨迹格格不入的人类世界 烟地烫到手指 殷司将烟头暗灭在烟灰缸中 吐出口中的烟 烟雾笼罩着殷司的脸庞 夏特克或许是孤独的 他正期待我能够通过一件件案子 逐渐走进他的内心 去体会他所经历过的痛苦 他杀的哪一个人不是罪有应得 他用行恶来治愈自己的伤 可是盖言 你能体会到吗 这个一直被我们当作恶魔的人 同样深爱着我们的世界 穿连几下特克至今所犯的所有案子 弃鹰案 暗黑福利院案 校园霸凌案 如果按照这样的顺势分析案情 不难发现 这其中印证着一个悲惨的人生 被亲生父母遗弃 遭到领养人虐待 目睹同伴惨死 受到同学欺凌 可是不应该的 在还没有建立独立人格 和对世界的认知前 这一切都是可以通过心理治疗 得到缓解的 除非在他重拾信心时 又发生了什么重大变故 隐私的手机陡然打破了夜晚的宁静 是一个陌生电话 隐私接起来 您好 我是隐私 对面是一个女孩 充满恐惧的颤音 警察同学 我要报警 银丝骤然站起身 转身面对巨大的落地窗 沉沦在黑暗中的灵安室 寂寂无声 在很远处 远到银丝看不到的地方 一艘木舟 被淋满汽油 小小的蜡烛即将燃尽 当微弱的火苗 触碰到汽油时 林安室将再一次 拾去一名她的市民 女孩拼命护救 救我 隐私头皮一阵发麻 你是谁 你在哪里 发生了什么事 女孩遵从夏特克的叮嘱 我在盘龙江上 是我害死了何静荣 快来救我 没时间了 隐私来不及向盖爷解释 冲出办公室 一路冲刺 到警局地下停车场 隐私已经发动了警车 说道 别紧张 我会救你的 是谁要伤害你 看到凶手的模样了吗 火苗与汽油接触 盘龙江上 腾起巨大绚丽的火光 谁又会想到 在火光中 一个年轻的声明 正在挣扎求生 女孩歇斯底里的惨叫声 不断冲击着 阴丝的心 她的声音渐渐微弱 只剩下木材燃烧时 发出的琵琶声 阴丝猛地一拍方向盘 爆了句粗口 深深的无力感 压得她透不过气来 女孩弥留之际的最后一句话是 它叫 夏特克 夏特克是一只DNA与人类有97%相似度的红毛猩猩 它被科学家林恩当作人类抚养 上大学交朋友参加考试 然而 一名女学生指控夏特克攻击了她 这只猩猩不得不被送回动物园中 直到死去 在夏特克被监禁之前 林恩曾经问她 你觉得自己是猩猩还是人类 夏特克用手语表述说 我既是猩猩 又是人类 吴雨 你认识 你认识 识 识